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今天来吃一个女神舒淇家的拌面 这些就是今天要体验的了 KT拌面 据说这个面在刚一上市的时候 在香港就被抢购一空 并且当时轰动了半个娱乐圈 好多的明星都有吃过 所以今天就来试一试 看看这个面到底好不好吃 当然了,今天这一期视频 不管测试结果怎么样 只对面不对人 如果是舒淇的粉丝 希望口下留情 它这款面一共有五个口味 有葱油拌面 老醋辣面 小醋面 椒麻拌面 葱香阳春面 今天我就选一个葱油拌面 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个老醋辣面 酸辣的 再来一个麻椒的 这个比较特殊的口味 今天就来这三个 我刚刚看了一下后边说明 它就跟上次吃过的老麻拌面 有点类似 是只能煮的,不能泡 我现在去给它做一下 好了,现在面都已经煮完了 我先来说一下它的量 我刚看了一下说明书 每一袋是净重90公克 其实这个量真的并不算很多 特别它还是拌面 在每一袋的面 基本上没什么差异 好像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偏细的 挺细的 现在把这个面都拌一下 第一个是焦麻拌面 有两袋调料 好像那个重庆火锅的味 这个味道应该还不错吧 这样拌出来呢 颜色挺淡的 上边都是那个辣椒式的那个东西 这个葱油拌面 一包调料 其实是那个葱油的味 这个的颜色就更淡了 老醋辣面 这应该是醋吧 这个闻着有一股甜面酱的味 醋味倒不是很明显 这个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 好吧 咱们先从这个葱油拌面开始吧 因为根据它的名字 我感觉这个味道 应该是最偏淡一点的吧 我怕吃了辣的 味觉会受影响 这个咸淡刚刚好 面呢吃着很筋道 很弹牙 不过葱油味吧 吃着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如果口味偏重的人吃的话 可能会觉得差点事 但是呢也不难吃 比我上次吃的老妈拌面还是要好吃点的 整体来说呢就是中规中矩法 这个面确实挺不错的 很筋道 这是什么来着 老醋辣面 这个应该是酸辣的 因为我本身就爱吃酸辣的 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吃下去给我第一个感觉让我想起了那个蒜蓉辣酱 跟那个味很像 这个酸味呢也算是比较明显吧 但是跟平时吃的那个老陈醋还不太一样 嗯它这种酸味有点像吃的那个青梅啊化梅那种酸味 还真的有点像那个蒜蓉辣酱的味 那种甜辣味 再加上这种淡淡的酸味 我个人还是觉得挺好吃的 当然了可能因为台湾那边口味都比较偏淡吧 它这个甜辣酸味都不是很重 再来一口 嗯 这个挺不错的 有一种很开胃的感觉 再来试一下这个吧 在那个录之前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据说这个焦麻味的是最好吃的 来尝一口 它这个面吃的跟前两个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很筋道很Q很弹的 这种麻椒味呢也很浓 但是吃到嘴里并不是特别麻 还是很好接受的 这个辣度 比这个老醋的稍微的要辣一点 但是呢也就是相对比较来说了 其实呢也就算是微辣 那样吧 有一点像三只松鼠抖唇面的拌面板 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是很好接受的那种 如果喜欢吃麻椒的应该会喜欢吃这个 这个也还不错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 你吃完这两个再吃葱油面 都没味儿了 好淡啊这个 总的来说呢这三款面 虽然说味道都不是很重吧 但是还算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酸辣的 因为我本身喜欢吃醋 又喜欢吃酸辣 所以它比较符合我吧 口味依然而易了 其实呢这个麻辣的也不错 但是呢这一袋要12块钱 还是有点小贵的 好了今天这个kiki面就试吃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点赞哦 拜拜